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来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表示 基隆有五个区将从2月19号晚上9点起停水23个小时 呼吁市民记得储水备用 而这一次停水范围比较广 水公司也说明原因 自来水公司配合仁爱桥的改建 预定在2月19号的晚上开始 进行新旧管的联络 停水期间请用户关闭马达 那也请用户提早储水备用 那停水的区域包括 中正区 信义区 仁爱区 中山区 安乐区 那用户如果想知道你的停水范围 可以到我们自来水公司的官网 或者是你Google查询一下 停水查询这四个字 然后就会点出我们 台湾地区有停水区域的地图出来 那点选我们基隆地区就有详细的停水范围 停水区域的点刚好是由我们两个 新山进水场跟暖暖进水场 两个进水场的送水干管的汇集地 所以这一次的停水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针对这次停水 水公司表示除了透过中加宽平基隆 走马灯宣导之外 民众也可以用手机打关键字停水查询 进入水公司的网站 从地图点选基隆市查询 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停水详细资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主持关怀送爱 疫情不在 染疫关怀津贴记者会 说明低收与中低收入户确诊者 染疫关怀津贴 发放规划与申请方式 市政府预计于今年市议会 定期会提出追加预算 期盼议会给予支持 一起关怀弱势民众 最近社会各界非常关注 我们这个低收与中低收 入户的这个染疫关怀的津贴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到 我们社会处长杨玉昕处长 来为各位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首先是非常感谢朝野的党团和议员 以及各位对于本市中低收入户 朋友的关心 那在目前我们基隆市中低收入户 大约有9000人 那这些朋友由于染疫的关系 会对他们的工作生活 都造成不少的影响 因此在上一届的议会就有提案通过 要特别针对家中市经济支柱 以及弱势的朋友提供更多的关怀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就决定了 针对本市涉及在本市的中低收入户朋友 那只要有染疫的正式证明 就能够提出申请来本市发放染疫津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请的资格 首先是核发染疫津贴的区间 这是在109年1月1号到112年12月31号为止 那么只要是中低收的朋友 而且在未证查有确诊记录的 那我们都来提出申请 那申请我们会合发1万元的津贴 那重要的是申请的期限到11 申请的期限是112年12月15日为止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 周中低收入户的资格 而且有确诊的记录 那么就能够到区公所 对里长和里干事来提出申请 要记得减负邮局的存折引本 然后区公所会复审 复审通过之后就会合发 那以上是申请的资格 以及申请的方式说明 师傅预计也会在112年 来提出这个最佳预算 也希望我们的议会可以支持 并给予我们弱势的民众 更多的关怀还有帮助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现场其实也有请到两位民众 请他们来说明一下 染疫关怀津贴对于他们而言 是可以用来作为什么样的用途 我们先请到我们的段小姐 会拿来买家里的生活用品 因为我现在又在怀孕 可以买自己的就是营养品 或将来小朋友生出来 拿一份尿布之类的用品 好那再来我们请到的是朱小姐 如果拿到一万块我会拿来用在医疗 因为那个确诊过后 那个后遗症蛮严重的 然后我会去看中医 然后由那个中医治疗 然后因为中医治疗需要一段时间 市政府表示中央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整个防疫的过程中有相当明显的变化 从一开始清零的政策与病毒共存 最后走到全民免疫 因应国家防疫政策的转变 致使后续政策也跟着调整 如同去年11月7号采取零加期政策 放宽居家隔离限制 取消民众3000元的防疫补偿金申请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说到做到 不要共识一本金 做何几成熙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其声 向金融市长谢国梁呼吁说到做到 因为金融市政府决定将以中第一收入户 确诊者为主发放染疫关怀津贴一万元 民进党方面虽然肯定金融市政府关怀弱势的做法 却也质疑与当初谢市长竞选时承诺的有落差 要求谢市长兑现竞选承诺 只要是确诊的金融市民 就能获得一万元染疫慰问金 这是一件好事 但千万不要消费我们的弱势族群 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谢市长的 第二个 今天大家在关注这件事情 只有一个重点 政治很简单 说到做到而已 乐见市政府多用一些公家的资源 来挹注给我们市里面的中低收户 但是这跟谢国梁市长的承诺是不一样的 谢国梁市长的承诺就是染疫者 可以拿一万块的维闻金 今天你是一个大家长 你必须得你说的话必须得负责 你不应该只针对这些中低收的九千人来做发放 其他的人也是人 所以希望谢市长你说到了你就得做到 提出他的政见 提出他的政见 并且利用大家在最脆弱的时候 而得到的一个政治红利 我们非常非常的郑重呼吁 请你落实你的诺言 而你也用这个政治的支票 吸引到我们季宏市民投给你 现在你跟我讲滚动式检讨 你应该做的是先实现你的政治承诺 很感谢谢市长想要关怀弱势的这一个观念 现在已经先提出了中低收入户的染疫未问金发放 但是跟全面直接发放染疫未问金 这是两件事情 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请谢国梁市长 履行当初他给予市民的一个承诺 而不是今天说了之后 觉得说政策好像方向不一样 我给市民的承诺就可以打折 由于金融市议会将在2月23号开议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计划 在议会讨论相关议案时 要求谢市长亲自说清楚讲明白 记者张琴腾金融报道 刚从中南美洲与欧洲风尘仆仆回国 立法委员蔡世姨表示 这次主团代表立法院访问厄瓜多 哥伦比亚及荷兰三国国会 获得高规格对待 显示疫情期间台湾的防疫表现 及对国际防疫的协助 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我们在哥伦比亚的外交委员会 举办正式的欢迎式跟座谈会 我们在厄瓜多 由厄瓜多的副议长来接待 以及在外交委员会 还有未华委员会 办理正式的座谈会 另外在荷兰的外委会 在荷兰的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也全程直播荷兰当地的媒体也报导 适应这一次代表立法院 到这三个国家访问的情形 那我最主要原因是在疫情之后 台湾的国际人见度的上升 那适应在这三个国家的国会 也先表达台湾can help 以及台湾可以做好世界的公民 也期待这三个国家的国会的 由我议员继续来支持台湾 对于在竞选金融市长期间 提出的1200元首都圈交通月票政策 已经获得交通部正面回应 蔡适应强调会继续在国会上 争取早日实现 1200首都通月票是适应过去 在参选市长的时候 所提的重要的政策 那虽然适应没有机会 能够单选市长为金融市民服务 但是适应仍然在国会 继续来推动这个案子 那也很高兴交通部 有听到金融市民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未来交通部已经有表达 要把1200首都通月票方案 纳入这一次的整体法案里面 那这个里面包括什么东西呢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双北的捷运之外 还有双北的U-bike 以及扩大到台铁 国道客运 金融市公车 那这些未来基北北桃 共同生活圈 只要一个月1200块的月票 就能够让你搭乘公共运输的方便 那我相信对于金融市民 跟双北的交通平权 我们就可以达到 那市应会继续来推动这个案子 希望让金融市民尽早享受到 跟双北一样的交通平权的福利 至于大家关切了全民普发6000元 核实实施 蔡世英表示 这将是这一次立法院开议的重点 希望朝野人尽快获得共识 督促行政院紧速执行 预计最快3月定案进行发放 那市应会在各国会当中 会讨论一个最重要的一案 就是关于上市超征税收的税金 如何能够来协助 疫后新生活的部分 那因为在1月下旬的时候 朝野协商破裂 没有办法就这个事情完成三读 那但是大家有共识 希望在2月 这个礼拜开议之后 能够精速的完成三读 那之后 行政院会把相关的预算执行方案 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我们期待在3月左右 能够正式的定案 那到时候 包括是发给全民的6000元 以及相关弱势团体的补贴 我希望能够精速的完成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好那各位市民好朋友 现在是晚上 大概6点左右 那我们跟台北监理所 以及福尔克运的业者 都来这边了解 搭乘9026乘客的状况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输运是非常的顺畅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福尔克运业者的一个配合 让我们市民好朋友 能很快速的一个回家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代表市长谢国良 在昨天晚上下班尖锋时段 到南港展览馆站 了解9026通勤族搭车的情况 台北市区监理所人员也到场观察车班 福尔克运副总谢炳翰 昨晚也在现场指挥调度 一度让现场的后车停清空 快速疏解等车人潮 交通处长王俊宏 感谢福尔克运的积极调度 也在现场问候关心通勤族 了解他们的心声 我们都是从基隆到台北上班的 那有可能如果说 八点半以前要到的通勤族 一定有可能 以前可能六点多就要出门 所以我觉得六点多到 六点多到七点是很需要加班的 然后之前因为这个班次 他之前是公告说 会有五分钟一班 但是觉得应该是没有啦 就五六分钟一班 感受应该是没有 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延班 或者是过站不停 就是最近 最近蛮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下班这个会容易上不住吗 下班其实也蛮容易的 因为之前其实排到那边 都还蛮常发生的 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到了后面 排个三四十分钟都是有过的 交通处长王俊宏表示 在积极与台北市区监理所 与符合客运业者协调下 业者承诺上午尖峰会机动性增开班车 下午尖峰时刻也在延长一小时到晚上九点 以符合市民通勤需求 有关市民朋友非常关心我们9026一个路线调整的部分 那首先在上午从我们基隆 尖峰出发的一个班次的部分 我们与业者协调会机动来调整 例如说我们今天就增加了两个班次 那也顺利输运我们基隆端上班的一个旅客 那再来是回程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南港转运站 晚上下午尖峰原则上 原先是到八点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在南港转运站我们会延到九点发车 就是让更多比较深夜回来的市民好朋友 有更好的一个乘车环境 那假日的部分9026所有的一个车次 全速会进到南港转运站 以方便我们市民好朋友在假日 搭乘所谓的一个高铁 或是相关的台铁捷运等运具 更方便的一个旅运的一个顺畅 市政府表示会积极与9026业者协调沟通 根据通勤族的需求随时修正 让通勤族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外 民众大白长龙就是等不到 9026路线客运到来 上个月由新团队接手经营 往返基隆市安乐区 与台北市南港展览馆的 9026路线客运 近日经常出现许多乘客 等不到车 还有行经途中 没有座位让乘客上车等情况 立法人蔡世音 接获民众反应 也派服务处人员 实际到现场了解 确认接风时段的确有严重拖班问题 蔡世音已经要求公路总局依法裁罚 并限期要求业者改善 以符合金融市民的往返需求 9026路线是市印长期非常关心的一件议题 所以我一直主张是原来的路线跟原来的班次都不应该做更改 所以各位如果知道我在不同场合都这样的主张 那过去公路总局也配合市印的要求 做这样的一个主张 但是在这个新的市政府上任之后 新市政府回文给公路总局表达 支持符合客运所提的新的变更版本 那我想我作为一个基隆在地的立委 我当然会尊重基隆市政府的意见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变更的路线 以及新的营运团队 在我们1月底的时候已经正式上路了 可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个新的营业者 他没有办法照他的承诺内容 连他该要发车的时刻表都不能够准时 那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一直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但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发函给公路总局 那事实上我办公室也曾经也不止一次的到现场 去做机查 那也发现比如说晚上6点到7点的时间 应该要有7到8个班次 灾难港灾难馆要回城返回基隆 可是事实上有多次我们去现场机查 发现只有一到两班的时间而已 那所以大多数可以显现出来 符合客运是拖班非常严重 那这部分我也要求公路总局依法来采伐跟办理 那我也要求他能够 能够按照他现有提供给基隆市政府 以及公路总局的时刻表 按照那个时刻表发车 我认为现阶段维持准班 是符合客运最重要也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记者张吉腾 基隆报道 放学楼 信义国小和仁爱国小的学童 依照行人耗制绿灯快速走过信义国小停车场外的斑马线 到另外一头的风雨走廊 并且纷纷合到现场会刊的基隆市役会议长 童子伟打招呼 这种看起来顺畅的情况 特别在上下学时间 就算没有车辆进出停车场 也容易因为行人耗制红绿灯管制 造成两个学校两千多位学童和行人 塞在风雨走廊内非常不方便 因此纷纷向议长童子伟称情反应 议长也特地在放学时间邀及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教育处 警察局 交通队 以及学校方面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并且决议利用调整人耳路 以及爱六路两个方向的行人红绿灯 分别增减五秒钟的秒差时间 来改善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仁爱跟信义两校是处于我们这个大校 那有非常多的学生 上下学阶段大概都会至少有两千名学生在出路 又含家长老师等等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信义停车场开放以后 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模式稍微有点改变 所以在这个接送上面就有一些不方便 包含安清班 所以我想这个秒数有多有家长成情 尤其信义国小最近又在施工校门口的这个大楼 所以他们的这个动线有改变到 人二路一三七巷 就是后面那条巷子 那大家不太习惯 然后最近有很多家长成情 这个停车场出路秒数的问题 包括我们爱六路进来 红绿灯的秒数 然后造成上学或是下学的尖峰时刻堵塞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交通处处长亲自前来 我们做一个探讨 然后包含我们警察局副局长 以及教育处科长等等 都有来一起来讨论 所以我们目前交通处先调整 初步调整各五秒红绿灯 也就是说校门口这边的五秒钟 然后那边的五秒钟 这样子的落差应该是会有一些效果 那我们再持续观察 然后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学生安心 家长放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圆满的状态 那我们希望未来都是以行人优先来作为我们道路考量的设计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方面表示 将立即调整秒差 并且观察两个礼拜左右改善后的成效 如果还有问题 再来做适当的调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副市长邱佩林贴心的为长辈服务切肉排 并且用叉子插上一小块肉 请长辈吃 没想到长辈更疼后背 烦请副市长先享用 长辈突如其来的温馨举动 让邱佩林不好意思 又不忍拒绝好意 只好吃下去 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长杨慧玉 负责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牵线下 基隆市物理治疗师工会做工艺 特地捐赠礼券 邀请市林林良堂照顾的42位 长照长辈们到著名的西堤西餐厅吃美食 让长者们有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 也训练使用平常比较不熟悉的刀叉 动脑动手吃西餐 延缓失智退化的情况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指派副市长邱佩林 前来陪同长辈们用餐 支持这项活动 我今天很开心 可以代表基隆市市长小爱爸爸 谢国良参加这个活动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般长照的老人通常很少出外 也很少跟别人接触 那希望藉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互动 他们自己相互互动 同时间藉由这样的互动 让他们学习更多的事情 跟一般我们说讲的 一般在我们老的时候的过程当中 可以减少他的老化 因为你有行动 你有互动 亲长辈们吃饭的 基隆市物理治疗师工会理事长 王婉轩表示 包括取菜用餐 使用刀叉切肉插肉吃 这些细微的动作 物理治疗师看到的 却是长辈们挑战吃西餐 来训练上肢手臂 稳定性和手眼协调的成果展现非常重要 基本上就是因为早贝让他们坐在这边用餐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固定性 因为吃东西是人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行为 让他们有个动机出来使用餐具 那他们在使用上不管是刀叉 或者是汤匙 在食取食物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增加他们上职动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更有社会参与人的机会 然后增加他们手里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而且就他们的状况来讲 就是让他们突破社会参与 可以减缓他们失智的一个状况 让他们更稳定 而对于照顾长照长辈的照顾者来说 用聪明照顾的方式 引发轻度失智长辈们 更有兴趣在日常生活赋能 提升治理能力的进步 我们长期在照顾长者 其实我们要做个聪明照顾者 对我们来讲 就是怎么引发长者 他会去预防跟延缓 他的失能失智的动机很重要 今天这样的活动 对长者来讲期待 然后非常久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跟这样子的一个用餐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动机 所以你都不用讲 他们自己就会非常努力地 想要达成这样子的一个 赋能的一个活动的目标 我想真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长者来讲 我们怎么引发他们愿意 这样子赋能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这样会让我们的照顾非常精神 主办单位基隆市卫生局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在局长吴泽成指示下 用心安排长辈们享用西餐美食 更感谢业者除了用心规划场地 让42位长辈安心用餐外 也放弃其他现场接单的机会 等同赞助这个活动包场 也让长者们非常开心参加这次的活动 你们大家来这里有感到很高兴吗 很高兴哦 站在一起有一个机会不能放弃 副市长邱佩玲也代表市长谢国良 致政感谢状给基隆市物理治疗师工会 感谢他们的爱心 长辈代表同样也献花致谢 一起打造基隆成为友善师志长辈的最有爱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他在码头中 中央或中央或中央 他们一窝一窝一窝 渔船依靠港 安检所人员立即登船检查 但原本站在守护案记第一线的官兵 现在却传出重大弊案 借用八斗子渔港 安检所查气小队的成姓小队长涉嫌收惠 让渔船走私白带鱼卖给中国 由于中国禁止台湾白带鱼持班进口 黄信思潇找上八斗子安检所成姓小队长 以单趟20万元为报酬 让他从台中港买到渔货 能够从八斗子渔港出海 到海峡中线转卖给中国 身为执法人员的安检所人员 三人却集体包庇走私 安检所直接放水 案情经过检联联手调查 陈姓小队长积压禁建 两名队员分别以6万元和3万元交保后船 北部编署第二案型队同仁 移设收费包庇走私案 本案系本分署主动调查 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相关人员均立即调离县地 同时检讨行政疏失 何与两大过惩处 并纳入态除 北部分署对于本案将秉持 误网误众 及绝不护短之态度 全力配合调查 并持续宣导强化同仁正确法际教育观念 杜绝内案再次发生 警方在黄姓私销身上 收出了80万元现金 加上小队长的证词 让他百口莫辩 但原本维系国门的海巡单位 却都涉嫌放水 让余霍出港 案情是否不单纯 地检署还要继续追查 记者黄绍明 记者黄绍报导 渔船依靠港 安检所人员立即登船检查 但原本站在守护案记第一线的官兵 现在却传出重大弊案 既用八斗子渔港 安检所 查气小队的陈姓小队长涉嫌收贿 让渔船走私白带鱼 卖给中国 由于中国禁止台湾白带鱼 十般进口 黄信思销找上八斗子安检所 陈姓小队长 以单趟20万元为报酬 让他从台中港买到渔货 能够从八斗子渔港出海 到海峡中线 转卖给中国 身为执法人员的安检所人员 三人却集体包庇走私 安检所直接放水 案情经过检联联手调查 陈姓小队长积压禁建 两名队员分别以六万元 和三万元交保后船 北部编署第二案型队同仁 移设收费包庇走私案 本案系本分署主动调查 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相关人员均立即调离县地 同时检讨行政疏失 何与两大过惩处 并纳入太除 北部分署对于本案将秉持 误网误众 及绝不付短之态度 全力配合调查 并持续宣导强化同仁 正确法际教育观念 杜绝内案再次发生 警方在黄信私销身上 收出了八十万元现金 加上小队长的证词 让他百口莫辩 但原本维系国门的海巡单位 却都涉嫌放水 让雨货出港 案情是否不单纯 地检署还要继续追查 记者黄绍铭 接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